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今天呢我们用这一块瘦肉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川菜 可能有80%的朋友都还没吃过 今天的主要食材呢就是这一块瘦肉 这个肉呢我们直接把它切成很小很小的末 这里也可以用剁的直接把它剁成肉末 但是切的呢口感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一定要把它切的细一点啊 这里还有一小块肥肉我们也把它切进去哈 要稍微切一点肥肉进去 它吃起来就会更加化渣一点 今天的准备的辅料是木耳和罗汉笋 也可以用莴笋和木耳 首先这个木耳我们还是要把它切成细末 罗汉笋直接把它切成小粒 泡辣椒去紫之后直接把它剁成末 我们先切一下再剁 这里没有泡椒的就不用放了 直接用豆瓣酱就可以了 我这里还有点泡姜也给它放到一起剁 再来准备一点姜葱蒜直接把它切成末 我们来打一个味汁少许的盐 贝糖两勺和贝糖一比一的橙醋 再来一小勺水 加入少许的淀粉 放入两滴植物油 先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给切好的肉麻味 胡椒粉少许的料酒 再来两滴老抽 这点老抽主要是让肉的颜色好看一点 水淀粉直接下手给它抓匀 锅内水开下入罗汉笋先焯一下水 稍有焯汁之后把木耳里放进去一起锅一下 焯开后关火先把它捞出来备用 另起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麻好的猪肉 快速的把它炒散 所以大家不要油温过高下锅 如果油温过高下锅的话就不容易炒散了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切的入末嘛 入末炒香之后把它推到一边 下入泡椒泡姜和姜葱蒜 一起把它们的香味和颜色炒出来 炒出香味和颜色后下入罗汉笋和木耳 快速翻炒均匀 最后烹入刚刚调好的味汁 嵌汁收容之后关火出锅装盘即可 出锅了 最后性感的冲发起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简单美味的一道鱼香 碎化肉就已经做好了 这是一道老牌川菜 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它吃起来确实非常的下饭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最后呢还是要我来帮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这道菜这个油都亮出来了 真的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入口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点微辣 然后吃下去这个肉是非常的滑嫩 而这个笋和末日的话 就是非常的鲜香 带点酸甜的感觉 总之来说 这道菜的破坏泡饭 我肯定能吃三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